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一盘新鲜的牛子肉丝 用一颗爆笑的鸡蛋抓一把奇妙的拉面 这东西能吃吗 它当然不是吃的 它是听的 它是 十 九点浆浆棍 热哦 好吃 十九点十一分十三秒 欢迎来到十九点江桂 我是江桂润强 今天节目开始了 我妈妈说我ar不的时候 我年轻败 我们是十四点 小的 我轻败挤着 一言 我轻败挤着 我装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诶 这个 反正不管说什么 就有人总是来酸他一下 就有人了 批评卡卡姐姐的身材 也很不太好了 说 她说小肚肚 小肚男跑出来了 诶 今天卡卡姐姐就回应了 她在她的IG上面就说了 我听说啊 我的身材最近成了 大家谈论的话题 所以我想说 我以我的身体为荣 你呢 也应该以你的身体为荣 不管你是谁 或做了什么 我都能给你一百万个理由 告诉你 不必去为了成功 去迎合任何人 任何事 做你自己 就是尽情地 做你自己 的确是 这个永远很难嘛 你不可能每个人都说你好 尤其在这个时代 好难呢 所以说 你必须要为自己负责 然后呢 凭着你自己的判断 凭着你自己的良心 去发挥你的才华 发挥干嘛呢 其实应该是 为这个世界增添色彩 让这个世界 大家都更好 那至于那些 不欣赏你的 批评你的 或者讲那些 帅言帅语的 不要影响你 追求梦想的角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表演 上海上增添色彩 oudo 帅点 都由你友谈 再次陈天坤小盖仙这个单元 到了这个单元 强哥就化身凤凰城基金会的老皮强 为大家请到许多很厉害的马盖仙 一起来聊聊关于科学各种有趣的知识 今天这位盖仙厉害了 他还成立了一个网站 要帮大家回答全宇宙的任何疑难问题 我们来请到这位郑盖仙 泛科学网站的总编辑郑国威 葛哥来了掌声欢迎 哈喽大家好 郑国威葛哥很厉害 我们那天在路上走了碰在一起 对 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个我也听不太懂的事 我马上把强哥拦住这样 我也听不太懂 我说你是做什么 他在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事 回答全世界全宇宙的问题 什么这是什么状况 回来以后赶快跟我们的制作人讨论 赶快请国威葛哥来这边 来发一下威到底告诉我们 你这个是做 你现在做的这个 这个到底是一个叫犯答 对 犯答 听起来好像就是一种饮料 不是 很像分答 对 不是 他就犯就是 犯指所有的事情 犯周哥那个犯 犯周哥 对犯 然后呢 然后呢 回答的答 犯答 那这个网站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因为我们做犯科学做了六年了 是 我们在做犯科学 大家都知道我就是 一直不断希望用有趣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来畅谈科学 然后呢 在做的这个这几年呢 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为 这个行为就是大家会一直来问我们问题 但其实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编辑也就两三个人 我没办法回答那么多的问题 好那什么天文地理啊 各式各样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人来问我们 好有时候问我们那个 什么棺材的材质 要什么样的棺材的材质比较好啊 或者说比较不会被虫柱掉啊 这些的 就什么问题都有人问我们 对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 那既然大家都有那么多问题 然后科学 从我们的角度来想 就是从一个好的问题开始的 好那并不是说要懂很多知识呢 才叫做科学 就从一个好的问题开始 那我们能不能鼓励更多的人 来问问题 然后鼓励更多 有知识可以分享的人 来回答这些问题 然后促进大家的交流 所以当然就做了泛达这个网站 哦 集合所有的人的力量 去回答所有人问出来的问题 对目的就是这样 对不对 因为呢 每一个问题都可能躲在一个 躲在角落都有一个答案 对 而且它都可能发展成一个很好的 科学研究 对不对 一个整个的系统 甚至改变了我们现在看世界的方法 对啊 对不对 就是希望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推展 这蛮有趣的哦 这个网站大概多久了 其实正式上线大概一个多月 是 然后那时候在遇到强哥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刚beta测试起 还在测试 然后现在已经上线 现在上线一个多月这样子 对 好的我们欢迎全宇宙的问题 不不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既然各位哥哥这么威 对不对 他说他们这个网站呢 不是他答啊 对 你问全世界的人回答你嘛 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回答 还有专家一起来回答 对不对 对 我觉得那天我们在路边 也就讲说 因为也有一些各领域中间的专家 对啊 使得我们不要以讹传讹嘛 对 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别人讲个什么事情 然后呢 我们问 问了以后答的人呢 也只是用尝试 甚至传言来回答 错的问题 又回答一个错的答案 越错越远了 对 所以说您这边也会 在网站上邀请一些顾问 对 专家 对 在某种领域当中的一些专门的人 能够这些老师啊 前辈 能够做一些导证 以至于我们不会只是一些尝试 传言在那边传来传去 是啊 当然我们有时候会很倾向于去信任我们最容易得到的一些答案 例如说有时候有什么问题然后就上Google随便找 或者说有时候在LINE啊在Facebook上面就收到一些讯息就觉得 那既然是朋友分享的大概就是对的吧 但其实这样是 老实说蛮危险的啦 那我想 范达他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 一方面让更多 这个社群同样是想要求知求真的这个社群 一起来 看待这些问题 那等会我要插个嘴位啦 那你怎么知道 这个答案跟刚刚我们讲不管Google line或其他的传来传去的 你们就比较对那别人他们可能就比较错呢 这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欢迎强哥马上到范达来问一下问题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机制的设计上呢 我们会倾向于以问题为轴心 那在社群媒体上啊 或是说在这个 我们不管是Google上面 他们的这个轴心呢 其实并不是以问题为轴心 是以消费者需求 又或者是说以社交关系为轴心 所以说其实你 什么叫轴心 就是说你看到的东西是你的好朋友 或者说你的小圈圈 你的同温层推给你的东西 好那但是呢 我们并没 我们并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的问题呢 基本上是 是塞在整个平台上面 所以说 另外 这个社群呢 其实因为是从范科学 进 继承过来的社群 我们从范科学的推荐啊 然后导流了很多 范科学原本就很求知求真的 这个社群来用范达 所以说他的社群的核心的 这群人呢 就是比较倾向于说 我今天要沟通一个问题 我是要提供证据的 范科学据说 有些人为了要回答 搞到很晚 还在那边回答 其实与其说搞到很晚 根本没睡就对 原因就是因为觉得说 这个问题 没有据 对而且我得给他有一个 有评有据的一个说法 网友就是上面的人 他们都有一种特性 他就去翻 去找真正有评有据的答案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 热爱科学 大家都希望说 我们在讨论科学的时候 不是就随便讲讲 对然后所以说 这个社群的含量 他本身的组成是蛮重要的 那可是很可怜啊 他花了这六个小时 打你一个题目 对不对 去找资料啊 然后印证啊 搞半天啊 结果他可能没睡觉 或者是工作都没了 那那怎么办 你们这个 还好啦 目前应该还没有人 遇到说那种工作都没了的问题 不过我们真的是觉得 因为其实 现代人啦 其实我们透过很多方式在社交 然后在认识新的朋友 那你去看电影啊 或者说你在社群媒体上挂着啊 你在打游戏啊 其实都是认识朋友 那一样 那我们能不能透过 去问问题跟回答别人的问题 来交朋友 所以说 他就不像是一份工作一样 那样子的折磨人 那其实在分享知识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乐趣 然后获得大家的认同 然后获得 就是群体 大家觉得说 你这个回答 或者说你这个问题 是问到位的 那我有没有分 我在你这个网站上 我是专门问的呢 还是我是专门答的呢 有没有这种 其实大家都可以回答 大家也都可以问问题 我想这样也很好 对 OK 我们今天来一起透过总编辑 国威哥哥 郑国威先生来介绍 范达这个刚刚架起来的这个网站 我想尤其在这个时代 常常传言 像你刚刚讲 今天我才收到了一个电话 一个网路 网路的一个新讯息 那讯息里面主要的是一个09开头的 09什么什么电话 说千万这个电话出现的时候 你不能接 接的话呢 你限了七千块 就是前忙被人家汇走 倒走这样子 还是什么 会扣你的电话费之类的 立刻就是你只要接起来 立刻就去掉 哇好厉害啊 你看看 我的朋友对我多好 害我现在每一空电话进来 我都很害怕 都要检查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这个听起来 就也不 你知道因为是你的朋友好意啊 人家也是好意啊 其实很多谣言的传播就是出自于好意 还不是恶意 其实大部分都出自于好意哦 对因为我们想要照顾我们身边的人 那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把这个讯息 假设说它是真的的话 那我应该要让我身边的好朋友都知道 避免这个问题 对对对 那即使它是假的 那代表那也没差 反正你也不会受到伤害 所以说大家都会抱持好意在传播谣言 但其实当这个量很大的时候 其实它还是会伤害到整个社群 或整个社会这样子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您最近 你记得你曾经在网站上得到了一个什么讯息 你觉得很怀疑 你搞不太懂的 好不好 可以来问吗 可以啊可以啊 你一定今天回答 你可以到你的范达啊 对啊 我们可以累积起来 你帮我累积起来放到范达 然后大家等会就到范达去看你的答案嘛 我太棒了 是不是就是这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现在问 当然不可能立刻key嘛 对 对 其实真的要现在key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那个不用了 就key你慢慢key嘛 好 我们把今天做个笔记 把这个节目我们会录好 然后我们会在我们这个精选重听的时候 您可以听到今天的节目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听重听的时候 听到我们现在这一段录音的话 我们现在是live吧 好 然后呢 到时候呢 你就把放在你的范达 好 那想知道这个答案的朋友 就去你范达看一看嘛 没问题 好不好这样也达到 我说今天起来总不能说让你白跑一下 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于知识 比较接近真实知识答案的朋友 去看一下你们的网站 好啊 对啊 因为这种求知欲 我觉得每个人多少都有啦 肯定的 那你们现在这样子挂上去 你希望 你们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因为全世界美国啦 或者是中国大陆也有类似的网站 对啊对啊 其实除了美国啊中国啊或是许多地方 其实台湾本来也就有一些问答的网站 那我觉得问答网站多也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说各自想要经营的社群大概是很长的都不太一样 对比如说很久以前我们都知道有 事实上现在也还在啦 有那个雅虎奇摩知识家嘛 对啊 现在还在 还有很少的人在用 但是他网站还在 但是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在 就是很热烈的在经营这样子 对所以说其实那我们想要经营的比较算是 真的对于知识的渴求比较高的这群人 对所以真的欢迎大家来问问题 对然后我们希望尽量就是 我们的目标应该就是有更多的问题越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大家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就去邀请专家来回答 那我觉得这样就有一个正向的循环 可是这个专家要说实在的 我觉得知识就是力量 对 书中自有黄金屋啊 是不是我们能够有什么机制 要谢谢这些专家 让他们 他花了这个精神帮我们找解答 我们多多少少应该感谢别人嘛 对啦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在网路上 大家看什么新闻啊 看影片啊 都看免费的这样子 好像还蛮难的 对想要让人家花钱是很难的 但是其实我们有设计一套机制 就是说假设你觉得这个回答非常的好 事实上是直接可以打赏给他 对所以就可以让他获得实际的收益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在成长期嘛 所以我们也会主动的给来回答的专家们 类似稿费这样的东西 让他们来就是不要说白来一趟 然后也重视他们的专业这样子 加油啊 我觉得真的希望 我觉得这个时代真的需要实事求是的一个精神 不然的话真的很麻烦 常常听到一些你也不知道对错 其实只要心里头冒出一个问号 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就可以到范达来问一下 对对对 就是不会说看到什么东西 就盲宠或盲性 对不起我又想到了 是 你们范达有没有那种现实 就是说总有 不然我挂上去 对不对 什么时候才有回答 半年以后都还没人理我 那会不会有点 我做这样子 其实有在设计一套方式 就是说假设我们是在活动期的话 比如说我跟大家讲说 接下来一个礼拜 强哥会在我们这边驻站 回答各种光与广播啊 表演啊 这种专业的问题 因为国内最专业可能就强哥了 感恩感恩 应该是这样 对 那如果你是在这个礼拜里面问的话 强哥可能就优先回答 就是找到一些 对 助站的专家 就在这个领域中间 有一些收获 有些心得的人 来助站 一个短期 然后大家就开始 来问这样子 对 那如果说是你今天问的是一个 就是 我们现在还没有专家助站 也或也还没有这样的社群 能够回答的问题的话 那的确可能就要拖比较久 那有时候 但是有时候可能就 机缘巧合就有人来回答 然后其实这个关系就开始展开了 其实它也是某一种 社群的一种 你刚刚讲的 也是算是一种交朋友的方法 对啊 我们希望透过知识来交朋友 对 而不是透过这个人长得帅啊 还是这个人长得怎样啊 来交朋友 我来接陈冠宇的电话 陈冠宇你好 陈冠宇你想要问什么问题 你最近听过最夸张的一些 或者什么样 干吗 你 陈冠宇你想说什么 确认的那什么 BBT 对那什么 对现在的台湾 有什么影响跟全世界使用BBT的状况如何 对对对 DDT 是杀虫记 以前那个DDT 是不是 对一种 杀虫记 有一个人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他就是 曾经那什么 呃 发现 发现BBT的功用牙得了诺贝尔奖 然后呢 后来有人写了 《寂寞的春天》这一本书 带奥 对对对 他就得了 他也就 是说BBT对那什么 不好 世界上的那什么不好 然后呢 那本书就得了诺贝尔奖 好的 我们可以放 注意我们范达未来出现的这个状况 好 今天呢 我们这个范科学总编辑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关心宇宙 关心问题和答案 强哥报新闻 今天全世界 听听听全世界 台湾的每年大概新增200名小宝宝 有心率不整的问题 如果没有治疗 一旦发病 有千分之一的风险会死亡 而目前呢 虽然有治疗的方法 但是就不要搭配 使用什么X光机 这会让小朋友 步入在比较高机量的辐射 因此台大医院 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改良 透过无辐射 心导管3D立体定位系统 开国内之先例 已经有4个人完成了 零辐射的电烧治疗 对此这个成果呢 台大医院就说了 这不只是台湾属于先驱技术 在亚洲也是首屈一指的 而在相关基金会的捐助之下 未来10年之内 15岁以下的病童 都可以免费接受这样治疗 台湾真的很厉害 在医疗这个方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几年 我们在医疗方面的人员 很辛苦 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暴力 或者一些伤害 我觉得其实医病关系 或者是医生 医护人员的这种 这种 我们要给他们相对的鼓励 另外 今年的元宵节 天空很热闹 因为出现半影月时 雪月圆月 以及彗星扫过天际 这次的月时 并非是明显壮观的月全时 而是半影月时 就因为月球 仅通过地球的半影区 造成月球反射的光度比较弱 比较不容易让人注意了 而台湾出现的时间 又是早上7点多 所以根本也看不到 不过没关系 还有雪月圆月 根据美国国民力记载 本周10号的满月 从前就被美国北部和东部的原住民 称为雪月 下雪的雪 而对照了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数据 这个美国老祖先流传下来的名字 还蛮准确的 平均而论 二月的确是美国降雪量最多的月份 另外 根据NASA表示 过去两个月当中 在日落之后就可以借由望远镜观测到的 第45号周期彗星 在这一次元宵节的时候 也就最接近地球了 距离地球仅有740万英里 大家不妨准备望远镜 向着天空观察看看 也许可以观察到这个 拖着长尾巴的亮蓝绿色的彗星头 所以这三十七分二十秒 欢迎回到咱们节目当中 今天我们很高兴 提到范科学总编辑 郑国威哥哥来到节目当中 还是讲哥哥 因为我们听众朋友 还是小朋友比较多 是是 但可能已经是叔叔了 不会不会 很有意思 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 其实大家都很平等 我们也不觉得说你专家 可能你在这个领域很专 而且专家也有的时候 被专家的这个观念给卡住了 对啊 我常常在讲一个名词 叫做专家的诅咒 专家的诅咒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做科学的普及 或科学传播的时候 遇到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 因为专家们他们都很 花很多时间在专研 自己本身那个专业嘛 那但是呢 比如说假设今天是一个物理学家 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都在专研物理 然后越专研越高深 在这个象牙塔当中 一直往上爬这样子 但是呢 他可能就没有去 跟一般人去沟通 或去传播 他本身专业的这个能力 以至于说 外界的人越来越不知道 他的专业是在做什么 然后呢 这个彼此之间的距离呢 就越来越远 所以我们希望说 能够避免这样的专业的诅咒 希望能专业人士呢 能够更愿意去 把自己的专业 用平易近人的方式讲出来 那其实问答 就是我们试图在做的一种形态 对 好的 在你的网站上面说什么 希望回答宇宙的问题 对 希望另外一方面 整个宇宙都在等你的回答 这样子 对 那因为其实问答 其实大家的问题应该是 如果说要说无限的话 真的是无限的 对啊 所以说 我们希望说 就用这种意象来 来呈现说 其实问跟答都可以 不用拘束 尽量来问来打 好的 我们还要问一个比较 比较大人可能才会问的问题 就是说在知识这个世界里面 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人 要把这个知识变成赚钱 当然 那从 范达这样子的一个网站的经营 你觉得呢 对于一个总编辑 对于一个创办人的角色来看 你希望这个网站 跟知识的关系 跟来回答和问问题的朋友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我们在做知识的 算是知识产业这件事情 也想了蛮多的 那我们发现到 可能过去传统的一些知识 知识分享者 或知识拥有者 他去赚到钱的方式 已经改变了 所以说你现在 老实说你出书也很难赚到钱 然后你要这个 变成媒体人啊什么 也很难赚到钱 对 以前每一次的电视商 在哪里就很好赚 其实也未必了 对对对 现在越来越难了 好 那当然还是有特别优秀 像强哥等等的 还是赚得到钱的 你别挨骂了 那但是呢 但对于一般人来说的 或者说一般的知识分享者呢 其实他一定要赚钱 要不然他要当老师 对不对 那其实都越来越难了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想说 有没有一整套的方案 能够让知识拥有者 他可以光靠 分享知识这件事情 传播知识这件事情 来谋生 来赚到钱 所以说除了范达之外呢 我们还设计了几个系统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活动的系统 能够让知识分享者 他可以很轻易的去办 讲座型的活动啊 分享型的活动 那他可以透过收票的方式 来赚钱 因为其实大家 我们自己的观察 就是说 大家其实好像 买书买的比较少 但是去参加讲座 去听人家讲一个知识 或讲一个学问 比较多 比较多了 大家越愿意去 其实我觉得很像音乐产业 就是大家买CD的 少了 但是去听演唱会的是很多 因为就发现说 你在YouTube上 就可以听到音乐的时候 你想要去获得的 反而是一种现场的体验 直接跟这些拥有知识 或拥有才华的人去交流 我觉得那个现场的体验感 越来越受到重视 对 所以说像是活动的系统啊 然后还有 我们也有电子商务的系统 所以说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某个领域的专家 你觉得某些商品 是特别特别特别好的 你愿意为他背书 那我们也有一套系统 可以让大家来使用 所以说我们设计了几套系统 那包括范达在内 也希望说可以让 知识拥有者 知识分享者能够 就 就是也不用那么苦情啦 就是说大家这个念书念那么久 学习学那么久 这专业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只是说 可能有一段时间 我们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 来让大家的这个价值 能够被彰显出来 这样子 对 这个人类的文明的推动 知识是很重要的 对啊 对不对 我们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阶段到底 人类世界里面 还有好多问题要解决吧 在医疗上面 对不对 在能源上面 对 对不对 在这个地球暖化方面 甚至到地球之外 到另外的小行星 到另外的星球 如果真的要居住的话 还有太多太多的问题 对 所以说不管是从生活的细节的部分 再一直到延伸到整个宇宙上面 我们其实还有好多不懂的事情 不管我们年岁多大 或者在某个领域是专家 其实跟宇宙跟生活所有的问题比起来 我们永远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 对 希望大家都能一直保持那种 小时候的好奇心 因为身为大人最遗憾的就是好奇心 被越磨越少 害怕于去发问 那我觉得那是 身为一个大人回头去看自己 因为自己也有个小孩 回头去看小时候的自己 或现在的自己的小孩 觉得最难过或最可惜的事情 我为什么会忘记发问 或忘记好奇心是一个那么棒的东西 这样子 所以在泛达这个网站 我们追求的鼓励的 不只是回答 而是每个人拥有的那个好奇心 问的问题对吧 对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开启一个探索的一个钥匙 现在大家应该都对于 这个网站很熟悉了 所以我们只要查泛达 对 就可以查到您的网站 可以可以 饭就是饭粥的饭 对 福饭的饭 饭饭之交的饭 对 答是回答的答 今天可能不好意思打电话 进来的朋友 或者像刚才陈冠宇 你都可以到饭达去一探究竟 把你的问题跟大家分享 也把你的答案跟大家一起分享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姆的妈妈 大家happy 好的 我们常常回答问题 也帮大家问问题的 范科学总编辑 郑国威哥哥跟我们现场 一起来参加 他们要来挑战 好的 那 等会如果答不出来 谁上场救援呢 爸爸 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 在店里 爸爸在店里面 辛苦了 好的 OK 店在哪里 台北市 在台北市 那你们人在哪里 在新店 在新店 明阳四海 明阳四海 不用那么清楚 对 不用那么清楚 对 那几号几月 不要这样讲了 24号 不能乱讲了 开玩笑 大强 中强 小强 三个体组 你要哪个体组 你要哪个体组 大强 中强 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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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强 好小强小强 小强 我也入小强 小强小强 来点一下名 妈妈 又 弟弟 弟弟又 又 又 又要举手 好要举手也可以 欧姆妈妈 又 高举萱 又 怎么那么小声 全 还有还有 还有哥哥 还有高举萱哥哥 又 又 又 徐医山 又 里面有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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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家来挑战 首先是卡通题 请问樱桃小丸子他们家人 成员一共有几个人 好 一 四个人 二 五个人 三 六个人 四 七个人 勘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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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做的 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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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那么厉害 六个人 爷爷 奶奶 爸爸 妈妈 姐姐和小丸子 厉害了 第二题来了 很多妈妈之前都追过《闽月传》这部戏 虽然它是来自于改编的一个改编字小说了 当中出现了许多我们从小都读过的一些故事和人物 比如说苏秦 商鞅 屈原 还有令向儒 讲到这个令向儒啊请问哪 下来哪一句成语不是出自于令向儒的故事 一 完毕归照 二 唇网齿寒 三 腹筋齐碎 四 文景之交 ética promising 请作答 邱 degrees 我立刻打电话给爸爸了 这么冷的天打起来真的是好冷啊 对不起 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 是空号 好 再弄清楚一点 不要急 慢慢来 这个令向如 令向如在那个时代 真的是 他的故事 那个时候还有谁 一时之间 我也不晓得要怎么提示 哪一个 等会儿 还有跟爸爸再联络一下 好 来了 来了 喂 徐爸爸 你好 你好 我是赵子强 强哥是徐玉珊 要我打电话给你的 好 三哥 你好 他要我问你一个问题 加油 以前有一个人叫令向如 令向如呢 下面我们要讲四个成语 哪一句成语是跟令向如 没有关系的 不是来自于令向如的故事 一 完毕归照 二 唇王齿寒 三 附今请坐 四 文景之交 请坐 唇王齿寒 这么冷的天 当然是唇王齿寒了 你好厉害 你好厉害 谢谢 谢谢徐爸爸 谢谢徐爸爸 拜拜 一三 谢谢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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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很高兴 好的 第三题来了 二十四节气当中 有个节气叫做白鹿 请问这个白鹿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一 白鹿是指这个时候 开始天凉 有露水了 二 白鹿呢 这个时节天气正热 大家穿得少 身上的白白的肉都曝露出来了 三 因为每当这个时候呢 白鹿丝就会集体的过境到南方过冬 所以称之为白鹿 四 这是为了纪念汉朝 一位叫做白鹿的人 他对于农耕技术 有非常大的贡献 所以在这个秋天收割的时候呢 以他的字号啊 作为节气的名称 请多答 再讲一句好了 再讲一遍 你是故意的 我好不容易才念完 二十四节气当中有白鹿 白鹿是什么意思呢 一 白鹿是指这个时候 天气开始凉了 又露水了 白鹿这个时间 天气正热 大家白白的肉都露出来了 三 是因为这个白鹿丝这个时候呢 会集体过境到南方过冬 所以叫白鹿 是因为呢 要纪念汉朝有个叫白鹿人 对农耕技术有大的贡献 所以在秋天收割的时候 他的字号作为节气的名称 请作答 一 白鹿是指这个时候 天气开始凉了 又露水了 请各位听众朋友 未来这么长的题目 不要再说再讲一遍 我就一定让你们做 没有 开玩笑 第四题 再来这题是交通题 雪山隧道开通之后呢 虽然台湾往返 宜兰方便了 可是每逢假日呢 总是塞到爆 也因为大量的车潮太可怕 一来还曾经考虑要每辆车呢 收个五十块钱的入城费 说到那个水 雪山隧道 请问 雪山隧道位在下列 哪一条国道上面呢 一 国道一号 二 国道二号 三 国道三号 四 国道五号 请坐打 我大号啊 这么厉害 国道五号 第五题难咯 不一定过得了关的 问完雪山隧道 最后考你雪山飞虎 所以雪山飞虎是精英爷爷的第五部小小说 与另外一部雪飞虎外传呢 是姐妹片 两者的情节互相关联 却又各自独立 要请问大家的是 在雪山飞虎的故事当中 主角虎斐 也就是江湖人称雪山飞虎的那一位 他名字道得念吗 飞虎 虎斐 那他爸爸叫什么名字呢 一 虎一刀 二 虎二刀 三 虎小刀 四 虎铁花 请坐打 谁跟你说的 阿姨 阿姨 这旁边有阿姨 阿姨说虎一刀 对的 辽东大侠 胡一刀是雪山飞虎 胡斐的爸爸 人称为黑面神 他脸子挺黑的 是闯王李自成四大护卫当中 无姓护卫 飞天狐狸的后裔 这个故事呢 强哥也很喜欢 我们最近正在准备呢 五月份呢 马上就要登场的 天下第一 儿童武侠剧 儿童武侠剧 对对对 感恩 感恩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 当然我们不是演这个戏 但是它也是一个武侠精神 讲的就是在这个时代 我们还是要有点狭义精神 对家人啊 对我们关心的人 总不能够很自私嘛 我们都爱我们的 我们该爱的人啊 好的 恭喜你 通过了 那最后你要选择你们今天的祝福歌曲是哪首歌 属星星 属星星 谢星直老师 幸福的孩子爱唱歌 里面的歌曲 那你们选这首歌要献给谁呢 祝福大家都快乐 大家都快乐 袁小姐 属星星 好的 哎呦 这个尖叫声已经造成强哥暂时的耳聋 所以没有办法继续主持了 好 我们要祝福大家 也谢谢各位哥哥 谢谢 希望范达这个网站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解决我们很多想象好奇心 好 谢谢您 好 也祝福各位 跟各位说 拜拜 看着我和你 星星输也输不清 代表我的心 星星闪闪亮晶晶 满满的爱都给你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六五四三二一 我的爱和我的心 全都属于你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六五四三二一 星星如果有听见 请它告诉你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